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这个 其实美国 如果真的台海真的战争不可避免 他一定要让大家认为是中国打台湾 必然如此 所以 他要制造这个危机是非常容易的 比如说他只要在掏空一中就好 对 就一直逼嘛 就你说的香肠一直切红线 一直逼一直逼 因为普洛西来就已经出现这种状况了 对 那共和党议长再来不就好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他要挑动北京的敏感神经是很容易 那 反而是这个 北京对台湾 因为他如果武统也是切香肠 步步进逼嘛 那事实上 北京那个就比较麻烦 因为他步步进逼就是越来越像武统 对 那最后还是你先打 可是美国是一直做一样的事情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怎么样讲都是北京先打 对 你武统进行步步进逼到最后也是你先打 对 比如说今天就传出他在台湾的空域那边罩 对 那我们的军机上去一直广播要他离开 对不对 那如果再进逼呢 还是你进来啊 那美国掏空一中也是引起北京的不满 也是北京打 对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 美国一定是在 如果真的认为这个无可避免 他一定是去计算这个北京打的几率有多高了 然后让那个事情看起来这个会让我们广益讲叫诱打了 啊 诱打了 嗯 可是美国也不会轻易走到这一步了 嗯 因为这个走到这一步就是终局了嘛 对 终局之战 对不对 那你又不想卷入 嗯 所以你也要做相当准备了 对 就是说 也不能一下就结束了 嗯 所以他最近不是一直把台湾做乌克兰的布局吗 嗯 那那个事实上都还没有准备好啊 嗯 闭国的兵役并没有延为一年啊 没有 是啊 那美国的大量的 杀伤 军力的准备也还没有大量存放在台湾 没有 对啊 也没有军人也没有 然后我们的战力的训练 我想美国还是很不满啊 嗯 对不对 所以事实上根本就 基本上是还没有准备好 所以美国会先确保台湾可以撑一段时间 才会去做这件事情 这个是他主观上 嗯 可是不一定做得到 比如说我举例了 比如说这次军演 我了解是AIT有对台湾的军方的回应做评估了 哦 结果是第五级 非常差 第五级真的很差 非常差啊 数字越大越差 因为基本上 美国当然是希望你稍安勿躁 不要鲁莽 可是他没有想到你准备的这么不周延啊 你知道我的意思 我懂我懂我懂 就是你该有的样子也要出来嘛 我希望你做三分就好 结果你一分都做不到 大概这个感觉 不是说做三分啊 就是说你要做到我认可的状态 可是不要真的发生冲突 结果你呢 我认可的都做不到 做不到 哦我懂我懂那更糟 所以他的评估是第五级 Level 5 很糟耶 非常差啦 非常差啦 那事实上到目前为止 台湾政府也没有对如何处理跨越中线做任何回应啊 对没有 没有嘛 没有对不对 就继续跨 对啊那你看那个马基来台湾11架就又过中线 就变成好像台湾政府也承认 对啊没有中线没有中线 你随便你随便你 这种感觉 没有啊可是美国人就觉得你没有准备嘛 嗯 或者说今天印第安拉州州长来 他就给你进入空域啊 对 所以今天也在那边赶半天啊不是吗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坦白讲啊 就简单讲一句比较血淋淋的话啦 就请问你有牺牲的准备吗 你要叫我帮你啊 嗯 请问你有拿出牺牲的准备吗 哦我懂 你懂我的意思 乌克兰也是一样嘛 你是当事人耶 嗯 你看那个俄罗斯去打乌克兰 第一时间乌克兰就全部抹上去了 对 对不对 对 虽然是有点打得很乱啊 可是他不管啊全民都拼 他就全部给你拼了嘛 对 不是吗 对 包括老太太在那边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就整个那个民心的准备啦 那你看现在乌克兰明明就已经没有那个大规模反攻的能力了嘛 嗯 就他现在在主暗杀队啊 对对 你知道我的意思啊 嗯 比如说杜金的女儿不是被炸死的 对对不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 美国是见多识广嘛 坦白讲这个二战之后 我今天看了维基的一份资料 二战之后美国介入27次政变 27次啊 是啊 哇这个明天把它列出来 那27次政变 他要结合当地多少力量 嗯 去推翻既有的政权 对对不对 所以他很了解什么叫做像样的人啊 可以支持的人啊 当然是吧 哇那现在台湾变成了 不像样的人 不啊我讲的是军啊 我讲的是军备的部分 或者军力准备的部分 那蔡英文对科技的让步 当然是非常好的领导人啊 是 对美国来讲啊 这个是100分啊 对不对 哦 实际上美国也很清楚啦 这个蔡英文大概就只求 到2024安全下装 对啊那基本上 台积电他本来就保不住了 讲白了啦 台积电反正是70是外资 台积电谁都保不住啦 保不住啦 我跟你讲啊 美国早就看穿你了啦 你想一想三星跟SK海力士 他的外资都不到三成 对 所以美国当然知道他比较难搞嘛 然后他在中国的利益营收 都超过三成 是 你台积电在中国的营收不到10%嘛 你70%的股权是外资耶 所以美国的终极手段多了耶 了不起我发动花旗银行 说我们是不是这些外资股东要求投票 风险评估一下 哎呀这不行你必须 所以必须多元布局啊 是啊是啊 这个听起来很合理啊 很合理啊 对不对 你跟我讲说这个不会赚钱 可是 那风险更可怕啊 对啊 这个这个没有什么绝对对错的啊 你懂我意思 这个很合理 这完全合理啊 我跟你讲啊 公司董事会就是这样 哪有说你讲的一定有道理 对啊 就是你的路线跟我不一样 那你把我KO嘛 对 我就只能听你的嘛 对啊 你人比较多嘛 投票我就输了嘛 公司经营权就是这样的争夺嘛 对 哪有在那边在辩论的 别说了啦 这就是多少数啊 绝对不同多数啊 这是权利啦 对 夺权嘛 对啦 所以我是觉得 美国我觉得他是跟台积电 就是说 还有联发科啦 联发科到他 他也不一定影响得到啦 那资约官本来就有一度想下市 你记不记得 资约官本来要下市 对对 他变成私营公司 对不对 所以真正的就是台积电 那台积电我觉得美国只是要做了一副 比较文明的样子 派这么多人跑到台湾来 就是说你看 不是那些人事上都是来 来捞油水 捞油水的啦 因为美国有晶片法有钱嘛 那他就说多少到我这个犬区 布与布局吧 因为目前只传出 阿里充兰跟德州嘛 对 那其他州都没有啊 他这个 六月底联发科有说要去 英迪安拉 不是嘛 所以就是 宣布而已啦 还没做啦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多多少少 那这个一定也有政府补助嘛 当然啦 是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 他也要创造就业嘛 所以 其实我觉得美国人来要这个都是合理的 因为他们向来就这样搞政治 只有我们国家在讲民主晶片 你讲那个笑死人了嘛 美国人都不好意思这样讲 你自己在讲 我讲给谁听啊 韩国有人在讲民主晶片 没有 笑死人了 韩国说这是灭国晶片 那中国那个成熟制成的晶片 难道你不民主你就不买吗 那沙烏地阿拉伯这么不民主 他的原油叫不民主原油吗 说得真好 是不是 你讲扯那什么东西嘛 美国人就觉得 我的选举就是这样搞的 所以佩洛西哪来来 印第安娜州长来 就是要东西嘛 马基参议员来也是要东西 我的政治都是洋魔耶 对 美国人都是搞洋魔 直接来开口就是要半导体 他当然有搞阴的啦 可是他不会告诉你 他搞阴的就是说 你不答应后面 你自己等着看着办法 我意思是说他半导体是 讲到这么白啦 是洋魔啦 就真的是洋魔 也不怕你那个啦 我真的认为 知道民进党政府已经 把台湾搞到一面倒了 他没有选择啦 你知道所以美国已经 予取予求了 对 你懂我的意思 对 就说这个东西就是 因为美国对于 深深依赖他的政权 向来如此 也不是只有你台湾这样 你只要走到那一步 那就是这个 就是予取予求 就是这样处理事情了啦 比如说日本嘛 我们举例啦 田中角龙不听话嘛 那田中角龙不是跑去跟中国建交 那美国就很生气啊 说我尼克森去还没建交耶 你怎么抢在我前面建交 对 你是老二啊 洛克希德安立刻爆发 对 对 那洛克希德这种资料谁会有 就是美国啊 中国啊 CIA啊 不然勒 军火的回扣 这种资料只有 只有洛克希德知道嘛 对啊 这个按照 行情就是不能公开的嘛 为什么会有资料爆出来 结果田中角龙就 这个总理就不能干了 可是他回去选举照样上 可是没用 就是一个议员 对 就把你搞垮了嘛 对 所以美国要搞垮你方法多了很 可是 因为蔡英文实在太听话了 所以根本不需要搞他嘛 你懂我意思 对 所以刚刚到底说 陈水扁以前要搞 因为陈水扁不听话 所以要搞垮他 因为那个时候 中美关系非常好 那美国认为陈水扁越线嘛 对啦 反正美国被站在中国那边处理 你让我跟中国发生冲突嘛 这个在我预期之外嘛 对 那现在他跟中国关系那么坏 那小英都完全配合演出 太好了 他高兴都来不及啊 对不对 保证他这个再当第三任好了 不啦 事实上据我了解 美国从来没有这么满意的 台湾领导人 真的啊 非常满意 非常满意 几乎是 几乎是每个事情都 从来没有过明显的反对动作 我当然不能够说他百依百顺 可是你从未看过明显的反对动作 几乎没有啊 几乎没有嘛 几乎没有啊 几乎没有啊 对不对 那个 而且那个刘德英也不知道怎么办 他现任嘛 现任本来就比较不好讲话嘛 那只好当中我回来讲硬话 对 这种话该他讲嘛 事实上更好讲的是总统本人嘛 行政院长嘛 对 对不对 那因为行政院长总统再怎么样 也站在国家的立场嘛 嗯 对不对 那至少可以帮台积电一点忙嘛 可是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努力 没有 那王美花几乎已经变成美国的驻台代表了 那吴钊燮也变成美国的驻台代表 这样 驻台代表的助理 就说你一个国家搞成这样 然后坦白说啦 介大使很了解啦 美国的国会议员跟州长来台湾是 川流不息啊 哪有每天都把它上纲成是最高领域总统接见 每一个都是耶 然后还大骂骂发新闻 请全国同胞注意 对 美国坚如磐石在听我们 州长来我真的觉得 如果议员来我就算了 州长只是一个地方的 对啊 他怎么会这样呢 就是柯 侯友仪跑去美国 然后拜登要见他 而且我讲白了啦 什么意思 印第安那州 印第安那州的GDP只有三千五百亿 就他这不是顶有钱的 美国的GDP是二十三兆 对啊 他不是很有钱的 他不到两个percent 对啊 在美国的整全国里面不到两个percent的州 对啊 对不对 对啊 坦白讲也不是多大的州啦 嗯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 因为已经把自己弄到没牌了啦 嗯 所以唯一的外交就是 去凸显美国还在爱我们 你看他川流不息来访问我们啊 其实这些现象以前都是如此 对 美国的议员州长时不时就来台湾 只是没有人会把他当新闻一直发 一直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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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会在外交部看到他的新闻稿里面就越有 对 那总统府出现的其实不多 对 因为人家会挑嘛 总统府一直见啊 不可能啊 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 这个就是表示你实在是没有牌了嘛 所以你才会 就是 你为了要安稳人心啊 好像就只剩下这一招 对 就说到一个美国 对 当然你讲的真好 可是 美国还爱我 可是他明明就是要掏空你的护国神山 对 你还认为你在安稳人心啊 可是没办法 因为如果我不把护国神山送给他 他就会表现出他不爱我 那我连最后一张牌都没了 那这个就是 我跟你讲政治玩到这样就是你的悲哀嘛 对啊 你知道吧 你明明知道你最重要的一张牌在失血 那你还要演得很高兴 然后还讲话比他还恶心说 这是民主晶片供应链 对 真的听了都会昏倒了 如果有些睡眠问题的话 可以来试试看 我们温望推出的这个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上一包 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 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 这个地方有我们QR Call 扫描一下就可以到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 这里有我的推荐代码 CTI321要请大家多多支持